福宝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爷爷 要知道福宝山妈妈巴掌的时候 都是狠狠用力绝不含糊 对打拳击也是绝不放水 遇到陌生熊猫人时 福宝也是用尽全力一个巴掌呼过去 而当爷爷假装要抢福宝的竹叶时 福宝只是轻轻松手示意爷爷放开 仿佛在说爷爷别闹这不适合你吃 送爷爷反熊来摸福宝敏感的鼻子 福宝也是轻轻用手推开 要是换成别的熊猫早就受不了一巴掌过去 让对方当场提前退休了 即便在暴躁生气时爷爷近身安慰 福宝也是先握紧爷爷的手再推开 情绪难以自控时 也是先想到爷爷的安全不要伤到爷爷 对比一下福宝对爷爷真是极尽温柔 爷爷曾说福宝从来没有真正攻击过爷爷 相反他一直都是在宠着爷爷 他的眼里全是爷爷 无时无刻不再注视着爷爷 知道长大了要和爷爷保持距离 看到爷爷走来福宝会赶紧躲起来 懂事的让人心疼 每次爷爷近身喂食 福宝都是很小心地咬着食物 就怕伤到爷爷 这样温暖贴心的辅助猪太招人稀罕了